最近中国有个超级有钱人俱乐部叫泰山会被解散, 为何被解散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民营企业家在中国处境非常困难, 他说泰山会有16名会员, 当年加入会资格很高, 民企营业额要达到1亿人民币, 你才有条件加入,而且有很严格的开会规定, 第一次如果你无开会,来不了开会罚款2万元, 第二次谋会无出席会议罚款达到20万元, 换言之泰山会只有极少数民营企业家才有条件加入, 所以他们这会组织讲明不录音,不记录, 不宣传,不报道,令人觉得它是很神秘的组织, 而他们16个成员加上财富是很厉害的, 譬如以前来说马云还是这个会成员时, 马云的财富已经等于很多中国民营企业财富总和, 所以泰山会由于它全部都是中国顶尖的民营企业家, 由他们来组成一个议政组织, 当然会引起习近平一些很大的怀疑, 究竟这班人有做甚麽呢? 我觉得今次它被解散, 其实反映习近平所谓安全感好事问题, 我们知道习近平不断提出国家安全, 我们知道它所讲的国家安全其实是中共的执政安全, 讲到底是它个人的一些执政安全, 所以习近平见到这班有钱的私营企业家, 常常聚在一起来开会, 他们会担心这班人是否会有一些网以中央的事, 我们知道一边的人, 16个成员之中, 都是有些过去来说都是比较感言的, 譬如《联想》的《纽传志》, 譬如以前的四通, 就是在天安门事件之后, 被认为有份策动天安门的学生运动, 虽然后来那个年代的四通 和现在的四通当然完全改造完全不同, 但始终背着四通的名字, 始终会被中共一些极左派认为 你和过去导致天安门事件的四通, 曼洋蓝有些关联, 所以对泰山会习近平很不放心, 本来泰山会成立1993年, 我们看历史, 在八九文运事件后, 有几年时间, 江泽民执行一些极左政策, 因为当时八九后, 中共内部出现极左思潮, 就认为改革开放导致天安门事件, 所以江泽民上台后, 曾经在头几年执行一些极左政策, 中共的解读, 就认为天安门事件和民营企业家的支持有关, 当时四通是一个被拿出来作为批判对象, 认为他直接批判天安门事件有关, 所以当时中共党外流传一个说法, 据说出自江泽民把口, 他说他要将私人企业家整到他们倾家共产, 这是1989到1992这段期间实行极左政策, 当时甚至矛头指邓小平白猫黑猫政策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翻船, 迫到邓小平1992年实行南秦广华, 南秦广华实质是谁不改革就谁落台, 这句说话对江泽民讲, 所以南秦广华说话后江泽民马上放弃他之前, 说要搞到私人企业倾家共产, 要将他们整肃到他们是倾家共产的政策, 在这背景下重新开放,重新肯定私人企业, 但当时很多政策都对私人企业的发展很不理, 因为银行借不到钱,市场又多权制, 所以当时有一班私人企业家聚在一起希望互相扶持, 所以泰山会最初目标是一班私人企业家在他们遇到困难, 经济经营上的困难或财务上困难时互相扶持, 本来是一个这样的组织, 而当邓小平南尋讲话后, 整个国家又走回改革开放路线, 又开始强调经济体制改革, 私有企业开始得到宪法上的保护, 因为在1994年中共的十四大, 首次将国家保护私人企业这句话写入到宪法, 从此私人企业才取得法律上的地位, 但虽然不再用旧时无材, 但欧师批收要整顿私人企业, 虽然在政治上不再打打私人企业, 但在经济上行政上都未能向私人企业提供辅助,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泰山会出现, 就是说大家这几个私人企业走在一起互相辞职, 这个政策由于特小平南尋之后, 全国走回改革开放路线, 在这情况下私人企业就获得它一个发展的空间, 因为政府不是这样, 他们自己是一百人走在一起互相帮助, 互相扶持, 如是者一直到最近, 而且在过去这几十年都有很多例子, 他们会员之间都有帮助过大家去报告经济困难的时期, 但问题就是到了习近平上台后, 他们的政策开始走回老毛的政策, 就是认为私人私口财产会导致危害国家安全, 所以就开始对私人财产采取一些限制措施, 很多私人企业家都受到整褚, 狼当入狱的都有, 好像有位律师说私人企业家, 他不是已经进了监狱, 就是正在走向监狱, 用这句话来形容当局对私人的企业, 那种打击和压制又开始出现了, 就是习近平上台后, 所以针对泰山会这种政策, 其实我觉得是习近平上台后才有, 特别是泰山会这种名字改得太不好, 泰山自古来说是中国古老皇帝封禅的地方, 在2018年春晚竟然演出一套泰山风扇表演, 我记得新浪网当时有个解说, 为何要造一个泰山风扇, 他说原来泰山自古以来有通往帝座的声语, 每当华夏一统或重大太平盛世时, 都会有帝王登临泰山祭天, 根据史料统计从此王到清代, 先后有十三代帝王亲自登泰山风扇或祭祀, 换言之新浪解释是泰山是帝王登基的地方, 帝王登基后要去泰山, 即是春晚泰山灯线演出这件事, 令人联想到是否习近平准备登基, 要继续做皇帝,要继续连任, 在这情况下泰山会本身就会很忌忌, 所以习近平无法容纳你这帮人继续存在, 我觉得他主要担心一帮这么有经济实力的私人企业家聚在一起, 他很担心去妄以中央, 所以他觉得不行,一定要继续收拾, 所以其实在中国大陆无论哪个社团哪一类团体, 他一旦发展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组织时, 中共都必然会炮制它, 必然会将它解散或封杀它, 这件事其实我们都见惯见熟, 所以今次泰山会被关闭, 我觉得都是命中注定, 因为中共不容许有任何一股哪怕潜在的影响力, 影响到它执政的安全, 特别是马云曾经在泰山会会员, 他最近出事,他的马云集团不让他上市等等, 这都是一些习近平要因为怕民营企业坐大, 而要整缩他们的一些做法, 所以我觉得泰山会被解散应该是在习近平这种政治氛围下, 是必然会出现的。